知名的香港女星李嘉欣 她婚后呢 始终都是希望能够跟她的先生 过着愉快的神仙眷侣般的两人生活 那么但是现在外传说 夫家拿出20亿台币的奖励金 就是希望李嘉欣能够替她们传宗接代 生个宝宝 那么似乎也因此真的让李嘉欣动念了 日前出席活动的时候 她接受访问她说 对于生孩子她有点怕 但是一切顺其自然 一句不愿意生小孩的李嘉欣 李嘉欣今年都已经40岁了 夫家怕她再耽搁下去 毁成高龄产妇 外传准备了20亿台币的生育奖励金后 似乎悄悄改变了想法 准备当妈了 有一点害怕 说实在 但是我觉得我顺应 就是上天的安排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 不是人可以控制的 要发生的时候就要去接受 虽然说不排斥生小孩 但是从李嘉欣的回答中 似乎打算要自然受孕 不会接受人工受孕 但都已经计划做人了 婚后鲜少接线 她竟然还要重新复出拍戏 其实李嘉欣会改变想法 打算拍戏生小孩 大概是受到姐姐的影响 最近李嘉欣姐姐带球 加入豪门 跟着姐姐学习小baby的知识 让她放弃了当顶客组的念头 真心无敌山总共的 好在后